大家好,现在我在尔湾,来看一个近2800尺的四房全新的独栋别墅 首先进来之后我们会看到上面一个大条高,一个楼梯通向二楼 再往前走就是它宽大的客厅和厨房 这里是整个厨房,包括了大倒台,大窗户,大的玻璃推拉门 这边是客厅 然后咱们往回走会看到这里有半个卫生间,是专门为客位准备的 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Chris Liu 两层四房的独栋,通常一楼都是有卧室的 它这个卧室位于入户门的右手边 这里就是它一楼的卧室,带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衣橱 这个房子是四房3.5位,两车位的标准车库,约2800尺 目前它的地块占地大概在4000尺左右 这种比较大的房子在厨房的旁边通常都会配有一个pantry 用来放一些不需要冷冻的东西 咱们把镜头转过来,可以看到这个客厅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呢,在这边会有一个大的玻璃推拉门通向后院 当然了,像要板间这样大的地块有景的肯定是最贵的 目前这些地块的院子呢,大概是有这个大概一半大 目前呢是228万这样的一个户型 上到了二楼之后呢,首先我们看到它的大主卧 主卧也是这种超级大的窗户,这两年的设计都还是不错的 刚才呢,咱们看到一楼有一个卧室 现在咱们在二楼呢就有三个卧室 这里呢是主卧的卫生间 双水盆的一个设计,还带一个梳妆台 这里面呢就是它的一个大的衣橱 出来之后呢,咱们现在看的是它的次卧 次卧呢同样是可以从卧室里面直接进卫生间的 但是呢它这个卫生间是跟另一个次卧共享的整个一个双水盆的这种卫生间 所以呢它是两个次卧共用一个卫生间 另外洗房也是在二楼 接下来呢我会发一个3000多尺的有客厅大挑高的户型 更多的问题呢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 谢谢